像是新北市一名单亲妇人 日前是骑着三轮车 要在罹患有唐氏症的儿子 到夜市买裤子 没想到半途这三轮车坏了 还好是有巡逻远景经过 不但是好心卷起袖子 充当黑手来帮忙修车 而且最后是一路开警车护驾 让这名单亲妈妈实在很感动 远景卷起袖子蹲在路边 仔细检查三轮车链条 一会上油润滑 一会拿布擦拭 丝毫不敢马虎 就怕一个环节没做好 老旧车子又坏了 上个月27号晚上10点多 单亲父骑三轮车 载着唐氏珍儿子 要到夜市买东西 没想到才骑五分钟 链条竟然啪一声脱落了 吓得他不知所措 在路边弄了半个多小时都修不好 幸好远景路过停下来帮忙 路边好心车主也用车灯帮忙 照明顺利把车修理好 载他这个小孩的话的工具 就是只有在简易的这个三轮车的篮子上面 出门都是只有用载他儿子 就是用那个篮子载他 为了省钱有20年车铃的老旧三轮车 几乎是富人每天的代步工具 非常重要 幸好大家热心帮忙把爱车抢救回来 让他觉得实在就甘心 中天新闻刘世伟 周宇如SNG小组 新北市采访报道